今年台北燈節舉辦期間 剛好遇到武漢肺炎的疫情 不過因為台北燈節主要是一個戶外的活動 所以在萬全的準備之下 我們還是決定如期舉辦 不過我們還是要提醒來參加的民眾 戴口罩跟親洗手 台北燈節過去三年都在西區舊城舉辦 強調以新的方式來詮釋一個傳統的燈節 這不僅改變了西門町的風貌 也帶來了人潮 也給西門的商圈有一次再度活絡的機會 我們成功的翻轉了西區 讓越來越多的國內外觀光客 重新認識了西區 這也是我們當初提出西區門戶計畫的初衷 今年的燈節 我們請台北市的各個行政區提案 我們希望台北燈節能夠在台北各地都能夠開發 那經過評估以後 我們今年嘗試在東西區各設置一個主展的主展演區 這也是雙主場的概念 各有一個主燈 在西區這裡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 一個充滿童趣風格的主燈 躲貓貓 在東區則在南港車站附近的南仙公園 主燈是很有在地台位的展風繩 兩個主場透過捷運的連結 東西一起發光 今年台北燈節舉辦期間 剛好遇到武漢會員的疫情 不過因為台北燈節主要是一個戶外的活動 所以在萬全的準備之下我們還是決定如期舉辦 不過我們還是要提醒來參加的民眾 戴口罩跟勤洗手 那我們的工作人員也會準備好防疫物資 在現場給大家最好的服務 請大家安心的來參加這個活動 到我們的西區主燈 找他的好朋友大白貓 一起來度過2020台北燈節 我們是不是可以藉由各位的掌聲跟歡呼聲 來一起恭喜我們2020台北燈節正式登場 好多的泡泡啊 看到這些彩色的泡泡們 這個大蚊貓牠是在做夢嗎 牠做的是什麼夢呢 好像是我們台北人的夢耶 是喔 還是小老鼠的夢呢 其實呢 這一次我們的台北燈節 最主要就是一個做夢的燈節 而我們2020台北市即將是 讓大家美夢成真的一個城市 沒有錯 中央的單位 10時間後 要اض迷你 中央的積慮 Drop吧 很好